車載時機 花旋鑑在城20年之後呢 其他的船體還算蠻完整的 是不是跟船的結構有關係 還是船本身的構造 他整個是側躺的 就跟現在陽哈琴是整個側躺的 所以我第一次下的時候 就搞有點搞太清楚說 這為什麼是這個結構 後來整個人側過來看 那是他原本讓人行走的位置 拍攝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會故意把攝影機轉過來 然後就看出來就變成一個走道的感覺 相對有一些洞 感覺是往下洞其實就是它的船艙 因為海域的關係 我覺得在東北角以來都是比較陰暗 光線穿透不過去 所以其實在生態上面有一種所謂的中光層的概念 像萊嶼它的要進到中光層 可能要到很深 因為它的能建路太好 所以它的光線穿透力很強 所以一直到比如六七十米 可能它光照都還是很足 可是在外岸建這裡呢 到了二三十三十之後呢 就感覺它的整個光照就差很多 所以我們在中光層呢 可以看到比較多是軟珊瑚的類比較會多 因為它的光合作用就沒有那麼的旺盛 外岸建可以看到最多的珊瑚 就是所謂的黑角珊瑚 冰微的一種物種 你能夠在外岸建看到這麼多的黑角 也蠻難得的 可以看它真的跟森林一樣 密密麻麻的一整層 然後到處都是這個黑角珊瑚 那另外一個呢 讓我印象深刻就是那個龍膽石斑 那邊基本上有兩支石斑 有一支我比較確定是龍膽石斑 比較大支的 顏色比較深的 大概應該有超過一公尺以上 它看到你的時候 它都會跟你拭目相接 然後過了一陣子之後呢 有時候我這樣拍一拍 突然一轉之後它就在旁邊 在外岸建應該拍的持續有兩個月的時間 那第一個月它其實 我們每次下去都會出現 中間隔了一小段時間沒有過去 大概在八月的時候 我們又回到外岸建 那我們就發現幾件事情 第一個大概七月份的時候 我們去外岸建 其實那邊沒有什麼魚 沒有什麼黃雞魚 然後每次下去還蠻空的 就是都是跟那個石斑在玩 然後等到八月回去的時候 發現那黃雞魚是鋪天蓋地 上萬圍的魚群 可以把整艘船都快可以包起來 可是有去那都是小魚 幾乎都是一年生的小魚 那我那時候我就在想 為什麼七月的時候看不到黃雞魚 在八月去看到這麼多尺寸都很小 身上的斑紋都很清楚的黃雞魚 你們可以比較一下 澎湖的黃雞魚每一隻都非常的大 非常的肥 然後非常的油 外岸建就變成它很很小 那當地人說那一邊的黃雞魚 體型都不大 只有夾雜幾隻看起來 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可能是一年生魚 在一個冬天就被捕捉光了 所以呢只剩下一些漏網之魚 它可能可以有生育 所以在第二年又生了很多 然後就這樣子一年一年的過去 這其實如果這件事真的 其實也讓我理解到說 其實我們只要給它時間 或者劃設地點 你如果能夠把那個地方化作 保育區 然後讓黃雞魚可以在那邊長大 它就會往外擴 而且很快 你看一年它就可以生這麼多的魚 所以我覺得那邊的生態可以很好 那第二個部分呢 是我覺得本來很親人的龍膽 後來在八月份發現它很怕人 然後我們仔細觀察發現它 嘴巴有根魚溝 就猜測可能它有被釣到 就產生戒心 像我們下去它就不太再出現了 其實這就是我覺得大海跟人的一個 互動的概念 就是站在一個富裕的觀念裡面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做事實的管制 像在沉船那個區域 是不是能夠讓它一點休養生息 讓一些魚可以回來 不會現在說都是一些小的房機魚 也沒有什麼其他的魚種 那我覺得萬萬劍其實是一個 可以生態很好的地方 只是可惜它沒有機會 我覺得所有的魚都沒有機會 希望透過這個節目可以讓更多人可以理解 相關單位也可以理解 能不能讓沉船的生態有些機會 可以回來